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评价昨天发生的华为CFO孟晚舟被捕的事件 首先市场是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习近平跟特朗普这个谈判 大家普遍认为进行的非常顺利 那么中国在接下来的90天里可能会做出相应的让步 但这个事件出现之后的话市场又揣测 可能中国可能会改变主意 可能会让这个谈判进行的更加复杂 那孟晚舟这个被捕的原因 市场普遍认为是说违反了美国对伊朗这个旗令 但是之前美国针对中芯的调查 并没有说逮捕这么高层人士 所以这个事情感觉上来讲的话 比中芯更加严重 而且华为的整个体量和影响比中芯更大 华为在中国的销售去年有6308亿人民币 那么供应商据券商的统计有超过2000家 直接和间接的供应伙伴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对股市的冲击非常大 我们看到昨天中港股市都大幅下挫 那美股开始的阶段也是下跌了不少 那说明大家还是非常忧虑这个事情 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现在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是今天在提堂的时候 这个孟晚舟是不是可以被释放 还是说会被引渡到美国 那么如果被引渡到美国的话 市场普遍认为可能美国已经掌握了 相当的对伊朗旗令方面的这样一些证据 那么这对华为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不良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发酵 那么现在市场正在拭目以待 那华为这个事件很自然地 就让大家联想到了科技贸易战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有哪些玄机在这个事件里面呢 首先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次这个事件之后 大家都谈到了一个科技战 实际上科技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的水平 在大部分的领域 和美国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也没有达到和美国挑战的一个地步 此外其实我们现在谈到的科技 实际上是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说基层的层面呢 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科学的教育 那么第二个层面的话 可能是一些高精尖的技术 第三个层面的话 是这个科学技术如何应用 那么现在对现在这个社会来讲的话 科技的这个应用场景 以及使用人数 使用规模才是更大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我们知道像美国的科技聚企 像Facebook 那么它就是因为这个使用人数非常多 遍布全球 那使用人数越来越广 数量数据越来越大 那就成为一间科技聚企 那么其实这个就讲到说 其实高精尖的技术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你能不能有一个网络规模效应 有没有更多的人使用 那么你如何去很好地满足 这些客户的需求 那在这一方面的话 中国就有天然的优势 我们知道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是从一个 名不经传的小公司 现在变成一个世界巨头 那么阿里云呢 包括阿里现在这个电商的 运算和数据处理能力 都已经是世界顶尖 那么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就是说 中国自己的本土 把这个市场做好了 你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所以不存在说中国要去挑战美国 那么华为实际上也是 大家谈论很多说 讲到华为的5G 是不是跟美国有一个剧烈的冲突 实际上华为的这个 现在这个5G基站 在166个国家都有使用 那中国呢有35万个基站 远超美国 超过美国十倍 那么从这方面来讲 华为已经获胜了 所以也不存在说 去挑战美国的问题 只要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 这已经是第一了 那么翻过来讲 这个科技的这个基础层面 讲到这个科技人才的培育 科技技术教育的投资 那中国确实做得还远远不够 那么这方面的话 美国是一个科技大国 那如何向美国学习 加大对科学技术教育的 这个有效性投资 然后能发展这个高精尖的人才 然后能回国来发展 那么解决人才外流 那这个中国是需要认真去考虑的 从这个程度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贸易战 是一个就是说 中国做好自己本国的事情 第二个层面就是说 中国如何向美国学习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舆论上 也是有很多这个方面的讨论 都在担心 评论就是说 很担心会爆发新的冷战 那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那此外你还有哪一些点 是认为市场上是更加担忧的呢 首先来讲的话 就是冷战的也是一个 一个混淆视听的一个讲法 因为实际上中国和美国之间 并不存在一个冷战的基础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的 现在这个摩擦 起源于说中美 现在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双方也已经进行了有效的谈判 此外就是中国和美国的 没有本质上的冲突 那么虽然说在意识形态 和国际政治格局方面 现在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磨合 磨合期 但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冷战 更像是说美国当年 跟日本之间的一些贸易摩擦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日本当年经过这个 日美贸易協議之后 日本好像衰退了20年 但实际上你现在反过来看 日本的人均GDP 仍然是高达4万美元 日本的这个GDP 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而且日本的科技 制造 很多行业来讲 仍然是世界最处得出来的强国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实这个之间的摩擦 两个国家之间的摩擦 是完全不可能扼杀 一个国家的发展的 也不存在一个冷战的 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说中国的这个发展 必然是持续进行的 所以说这个冷战 我觉得是过于忧虑了 那其实中美两国 有很多相同的观点 习近平有多次提到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观点也是非常务实的 这也代表中国的一些观点 经济发展 人民富强 国家这个人民有钱 日子过得更好了 就国泰民安 其实美国的特朗普 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最主要也是讲到了经济问题 如何能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 才是你得到更多 选民支持的一个核心 这方面来讲 中美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中美两个国家 是不存在对立 也不会发生冷战 只是说双方如何去 更好地表达自己 如何更好地沟通 以及如何适应 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 都在一起 在世界上 一起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的过程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 此外讲到说 有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市场 没有人谈到的 是非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有一句 古话叫变则通 通则久 那么华为实际上 在2016年 2015年 就已经受到美国的多次制裁 2016年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曾经发函 要调查它跟伊朗制裁的 违反伊朗制裁的情况 2017年的时候 美国国会也提出 说伊朗 说华为的网络设备 可能会影响到安全 但是华为实际上 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因为我们知道 华为现在公司 业务涵范范围非常巨大 华为现在是第二大 电信基站供应商 而且是世界最大的 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 此外也是电信基站的 天线供应商 然后现在华为的手机 已经世界份额排在第二 现在在使用的质量水平上 赶超苹果 在市场份额上赶超三星 实际上华为已经非常巨大了 它的每个业务 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 我们认为 它实际上要考虑到 这个业务能分拆出来 每一块独立发展 可能这样才会有一个 更好的规避风险 或者说避免让美国去 引起多方猜疑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其实华为早就应该 着手来准备了 直到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认为 华为可能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Michael 来到我们节目上 给我们做一个 非常详细的分析 但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跟Michael 来聊到这里 谢谢Michael